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好 我这刚打好处 太对不起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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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夏阿姨怎么了 我跟换了个人似的 是不是岁数大了 什么呀 他儿子出了点事 家里不清静 他也心不在焉的 夏阿姨 您家里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挺好的 没事 你有事说 我们看能不能帮你 有点事 我儿子工作没了 我记得您以前说过 儿子是干网络的是吧 是是 我们出版社 要成立一个数字网站 也不让他试试 出版社建网站 你只是出版社的一个主编 你说话管用吗 不是 我没有决定权 但是可以建议一下 你让他直接给我打电话就行 太好了 试试 那也谢谢 谢谢 怎么回事啊 啊 啊什么啊呀你 你没听夏阿姨说了吗 的确很困难 那有困难的人多吗 你帮得过来吗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夏阿姨的儿子 头几天刚进了公安局 这样的人你能接受到编辑部 万一要是出点什么事 你担得起责任吧 马力士不是说了吗 是个误会 你不能老偷换概念 再说了我的主意是夏阿姨 不是困难 你别跟我咬完嚼字的 书呆子 我告诉你 夏阿姨的情况 我比你了解的清楚 他在我们家待了那么多年了 所以这个人能用不能用 我自有分寸 谈文学谈艺术 我根本说不过你 但是企业用人 我是专家 知道吗 他那个儿子根本就不能用 要能用我早用了 我那么大的企业 安排一个人太轻松了 我就奇怪了 能帮为什么不帮他一下啊 你不一直老说 找不着好保姆 找不着好保姆 现在家里有个好阿姨 人家有事 保姆他儿子 不就可以把他 稳住在这工作 你去火抽薪吗 行 去火抽薪 我送小水练琴去了啊 胡总编 打扰一下 您刚才说的那个工作是具体怎么说 我回家好跟儿子说让他高兴 就是构建一个网站 大概需要两个月的时间 两个月之后就没事了 算是临时工 月工资大概每月能五千块钱 太好了 但是是临时工啊 两个月之后就结束了 那也好啊 那也好 太谢谢你了 我试一试啊 不成也谢谢 您忙 您忙 欢迎你回来 欢迎我回来 能不好像多天没回家呢 不是 主要是你一回来啊 家里人一块吃个饭 很高兴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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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住啊 最近一段时间在外面过得怎么样啊 还行还行还行 你们呢 你们呢 还行 挺好挺好 挺好 来来来来 看看 那个前段时间啊 都给你们添麻烦了 对对对对不住啊 对不住啊 你先看 没放没瘦 你这说哪儿的话这是 就是啊 哥你这么说 我倒是觉得我挺对不起你的 对不起我什么呀你 我我原来不想给你找一个在办公室里惊人的工作 但是孙子你没答应我这儿被这么大面 没这么大能力 亮子 你能这么替哥着想 哥心里就知足了 对了正好 今天呢 我有个事想跟大家说一下 我呢 不准备先去找工作 我先去上个培训班 是学SEO的 就是网络搜索那方面 SEO 跟你们说了 可能你们也也不一定知道啊 不是啊 反正总之的我告诉你们就是 只要我这个学好了 那我工作的事自然就不是问题了 天明啊 你这个学学班得多长时间啊 那得花多少钱啊 不花钱 是朋友给我介绍的 三个月 三个月啊 我平时在给人打打杂工什么的 还能赚点补贴呢 补贴多少 补贴 反正我这没花钱去上这课 估计没多少吧 应该也就几百块钱 几百块钱 得了得了 你那房租都不够 快先吃饭 我跟你说我今天干嘛回来了 就是我在何总家 我老说我儿子的事我发愁 他说他老公能帮你忙 他们那报社成了一个网站 他说可以介绍你到那儿去 是吗 一个月多少钱你猜 多少 多少 一个月五千 天哪 五千呀 完了一个月五千 两个月一万 这手拿把掐的 您想想好了 去啊 不是 冬师傅 您刚才说什么去哪月 对 那 那不就是临时工吗 那又这么了 这来钱快呀 这我不会呀 我要会我就去 咱们这种人 两个月能挣一万块 多好一机会 那个吧 你说这两个月啊 那这两个月之后呢 两个月之后 我们还得找工作嘛 是吧 所以啊 我现在只想治本 不想治标 我要是在北京 没有一个一技之长的话 那我就没有立足之地呀 所以 妈 这时候我得谢您啊 但是我还是 去上那培训班吧 好 天明 这 这一万块钱不少啊 你这左想右想多简单的 你 你怎么老钻牛角尖啊 你到手的钱 你不把它捡回来呀 是啊 再说了 天明 你也不是那上学的料 天亮 这就是高中必见 你不说你 你出 怎么回事 内容不该提 死了 阿童 你不内容了 就开机 进来 进来啊 走啊 算了 咱过去的事 不提了 行吗 尤其是这个 上学的事 那个 哥 你看我这个 工地的事 不去 那 你妈那怎么办 就跟你说好了 妈 你去感谢一下人家 天明 有句话 我想一次把它说清楚了 你小时候没上成学 不是妈后来没供你 是你上着上着 你不想上了呀 当然了 你不想上 你那会儿是孩子 我和你爸都有责任 我们应该逼着你 打着你让你去上学 那你那会儿该上学的时候 你不想上了 这会儿不该上学了 你怎么又去那个学习班 妈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之前你不逼我上学 你现在后悔了 你现在想 憋着我不上学 哎呀 海长 当时啊 我们确实是有责任 但是现在啊 我们确实不想再犯以前的错误 明确的告诉你 你一上学习班的事啊 我们不同意 这二八一上学的时候 都没学 你说你现在上学 就能做好工作啊 再说了 现在这有两份 这么好的工作给你做 你都不做 你想干什么啊你 我们工地上 高中生多得去了 天亮 你是不是说 还有大学生呢 对不对 他们学的东西都不如你啊 就你学这个学习班 你将来就能比他们强 就能找到好工作 真是 爸 妈 天亮 这个培训班的事啊 我也不想跟你们讨论呢 我就想自主决定 小时候就是我自己决定的 不行 事实证明 你以前的决定都是错误的 让这个事情我们有责任 最后啊 这几年你在做的事情 我告诉你 我们再也不会替你承担责任了 什么孩子 天天就给人对着干 说啥事吧 这种青年人 这么就熟了 放心啊 我今后绝对不会让你们承担责任 不管是好是坏 我不会怪你们的行吗 天明 你看你要是没有这一万块钱呢 妈就什么都不说了 我忍了 你学习什么的 妈支持你 你看现在放着这么好的事呢 你不想把那钱捡回来啊 一万呢 就是啊 哥 你看 你再考虑考虑 其实大家也是为你着急 再想想再想想 对啊 我知道 你忘了啊 我知道你都在为我考虑为我着急 我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爸我谢谢你 妈我谢谢你 亮子我谢谢你们 但是这次对不起我 培训班的事我还是得去 什么 你听听 哎 这就叫不孝 这就叫不孝的儿女 身体发孤 受之复古 你这样不负责任 你就想一头扎进去死了 这是对你父母最大的不孝 你们保重 大哥 你干什么 你 不是我干什么 你们干什么呀 我知道我知道 其实你们不想让我去上那个培训班 不就是不知道真假吗 就算是真的 你们可能是觉得 能学到什么呀是吧 觉得我什么都学不成 哎呀 说来说去就是不相信我 我也理解 前段时间我给你们添了那么多的麻烦 是吧 给你们捅了那么多的娄子 你们不理解我 我知道 但是我 不能唯命是从 别人不相信我 要自己 相信自己 你就是才相信你自己的 我看你的毛病就是这样 你怎么相信你自己 小心 小心 你们放心 以后我不会给你们添麻烦 然后还有这个钱的事 我以后一定会给你们赌上 行吗 哥哥 我没这意思啊 天明 你说全家里哪一个都不是为了你好吗 你说哪一个不是为了你好 你放着这么好的机会 你那钱你干嘛到手了你不挣了 你们钻死糊涂你出不来了你 一万呢你 我现在喝酒了 你妈为了你这一万块钱 行了吧 我喝了 我求你了 妈 你这是干什么你这是 你听妈一回 咱把这一万块钱 剩回来不容易一万 好不好天明 我求你了 喝了 喝了答应妈 咱们这个日子容易吗 你说 我 谢谢你们啊 对不起妈 这次的事我很感激你们 很感激所有家里的人 但是对不起 我还是得去上这个学 快快快 熊孩子 有本事 你他把一位就别回来 干嘛呀 快快快 你干嘛呀你 天明 天明 没事 咱咱咱 没事 咱咱咱 这一回 行了吧 不是 哥 站住 大家快 我就当没生着儿子 没生过着儿子 没生过着儿子 我有一个人 都不知道 了 我 请似义 我 选择 那 碰巧 我 她 有 帙 请前散 我 喂 天明 你怎么不说话呀 秋美 天明你怎么了 天明 天明你怎么了 天明 我跟家里人闹掰了 现在 只有你 和瑶瑶了 你吓死我了 你这么没事就行 你听我说 天明 我不知道你怎么了 但是我跟瑶瑶 我们俩永远跟着你 你还有我们俩呢 这一点永远都不会变 爸妈心是好的 他们肯定是为你好 对 但是他们你还不知道吗 他们方式方法不会 你也得理解一下他们 我就是知道 他们是为了我好 不这心里才难受吗 小时候他们都管我 大了 天天这么管我 其实 我现在不是不想让他们管 就是过不了这坎儿 我也不想去说那些话 去伤他们 我现在我控制不了我自己 秋美 你说 你说我怎么办 我怎么才能过到这坎儿啊 不怪你 不怪你 你要想试试你就好好学 我跟瑶瑶我们俩都支持你 好 好 为什么网站收入在近几天突然会下降 这个在短时间内是非常正常的 搜索引擎在收入之后 有些不重要的呢 或者是质量不高的 就会被自动清理掉 观察一段时间之后呢 如果继续下降或者突然消失 这就不正常了 不行 秋油笔记就得秋油 宝宝乖 妈妈不是跟你解释了吗 这个周末妈妈要出差 你爸爸要开会 听话啊 那不行 反正我要去秋油 那不秋油就没有办法写秋油笔记了 当然了 没有口红 没有眉笔 你怎么化妆呀 这个小朋友那么会跟妈妈讲道理呢 别着急 妈妈上网给你搜一篇范文 说什么呢 木齐作假的事我女儿可不干 对不对 咱又没时间就让夏阿姨带着去就完了呗 夏阿姨 没意思 我当时也想过 可是夏阿姨他儿子那事上次你也管了 我觉得他没点不知好歹 那怎么办 写东西就得体验生活 观察生活 做得对 不能听你妈的 那爸爸妈妈 让夏阿姨带着他孙子陪我一块去吧 这是好主意 不过人家这个孩子是在山里边长大的 满山遍野地跑建的都是大山 到咱北京来一看 这哪山呀 小土坡 行了吧 又不是寻找徐霞克 就让她孙子陪着小水去这小水高兴就行 那他闲山小我带他去中华民族园 是建在公园里的博物馆 你看看 我闺女就是比一般孩子聪明 一般的小朋友要写秋游日记 顶多写个山呀水 但我们小水的视角就不同 写那些从农村到城里来打工的民工的孩子们 不一样 你这也太功利了吧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文贵出奇呀 对不对 就这么定了 爸爸 那咱们就这样定吧 夏姨 来了 我再给小水洗脏衣服下 这个事不着急 我是跟你说小水他们学校啊 要组织秋游 还要写什么秋游笔记 我呢也特别忙 胡主爷也没时间 要不你带他去 没问题 没问题 你放心 好 那这样 把你那个孙子一块儿带上 这样两个小朋友有个伴啊 嗯 门票我来买 我让司机送你们去 不不不 没事的 这不合适 这有什么不合适这样 你通知一下你儿子 星期六的上午 我让司机来家里接上你 再接上小水 再一块儿去学校接你孙子 好不好 好 对了 出去玩的时候 一定注意安全 不要在外面下吃东西 不干净 好 我记住了 你放心 好 再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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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 我看到他流眼泪了 骗人吧 是真的 看你什么都不知道 根本不是土家族的 没有 我们家还有暗河呢 什么暗河呀 听都没听说过 奶奶 来了 奶奶 娶一下我 我要跟姐姐打电话 待会儿姐姐给我证明 好啊 那你回答我问题 我就相信你 对啊 奶奶 求你了 快给我姐打电话吧 咱们先玩着 姐姐今天上课呢 不能 今天周六 周六啊 那好 打 奶奶给你们打电话 咱们在那边打电话 你知道这写得对吗 你再看看 您看看香菇吗 大姐 看一下香菇吧 我们自己家种的 看看香菇吗 瑶瑶 奶奶的电话 看一下摊啊 喂 妈 哎 哎 秋妹啊 您那儿挺好的吧 都挺好的 怎么了 妈 挺好的啊 天明怎么样 挺好的吧 她最近还上课呢 她挺努力的 现在特好 哎 好就好 哎 瑶瑶也挺好啊 我跟瑶瑶在家里 也挺好的 您在北京就不用惦记了 我这是带着这个 何总的家里的 哎 小宝贝 小水 二毛陪着 我们出来玩呢 我跟你说 哎 让瑶瑶接个电话 二毛他们呢 有问题 还有我 哦 还有小水 要请教瑶瑶 哎 哦 瑶瑶在边上 您等一下啊 瑶瑶 嗯 奶奶的电话 千万别说 咱们在这儿卖蘑菇 就说刚放学习作业呢 听到吗 好 好 瑶瑶 二毛找你 嗯 喂 阿玛 你好吗 怎么样 我没骗人吗 嗯 你姐姐比你抖得多了 嗯 她是我姐姐 啊 再见 瑶瑶 你这儿看着这个框 妈妈进去马上就出来啊 好 别乱跑 看好东西 好 这就造成了在搜索结果中 充斥着大量的垃圾信息 严重影响了用户体验 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 该怎么办呢 我们来看一下 ICU是如何应对这种问题的 好 我们继续 大家都说智者 智者 运力而行 智者 运力而动 妈妈 爸爸吃饭了吗 看 爸 妈 没短信 估计他现在肯定上课呢 等他下课了 肯定就给咱俩回短信了 咱俩赶紧回去吧 那猪还一天都没胃呢 走 我先跟大家卖个关子 休息十分钟 回来之后我们再讲 好 下课 咱俩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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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的将来非常有信心 等我这边一毕业了 工作有了眉目 你和瑶瑶就来北京 天明 其实我也不是非要去北京 我知道 我知道 这个钱来得不容易吧 是大零工还是卖商货呀 那你就别管了 反正这钱来得干干净净的 也不是我跟东升哥借的钱 你就在那边安心上学 家里的事你都不用惦记 我不是那个意思 想哪儿去了 我的意思是 你留着点啊 你和瑶瑶也买点好吃的 我跟瑶瑶我们俩天天在家里 我们俩也不用钱 为什么今天妈打电话来了 说什么了 二毛好像跟那个何总家的小孩 一起去中华民族园玩 然后二毛说 好像有点事要问瑶瑶 别的也没说什么 你看这时间过得也挺快的 你都两个月没给妈打过电话了 你自己琢磨琢磨 找个空给妈打个电话 她也挺惦记她的 还是等我这儿毕业了吧 现在打电话 很有可能再因为这事再吵起来 秋美 谢谢你啊 你谢我干嘛呀 谢谢你对我的支持 咱俩真矫情 没事 你心里懂我 我就知足了 真的 你赶紧上课吧 别惦记了 家里都挺好的 行 那我就先上课了啊 等会儿 心别过心别过 乖 乖 赶紧上课 教授 教授啊 妈 瑶瑶 你给谁打电话呢 爸爸来电话了 哇 好 他说什么 瑶瑶 咱俩快熬到头了 你爸打电话过来说 等他毕业了 找个工具 就把咱俩接到北京去 真的 真的 那咱们赶快切猪草 让你把猪被肥掉 好去北京 写得太好了 乖 宝贝你这个写得真的太好了 情景交融呼之欲出 你可以把你写的这个二毛 请到咱们家里来 你可以跟他成为好朋友 好啊 可是我跟小跟瑶瑶 成为好朋友 瑶瑶是谁啊 二毛的姐姐 好啊好啊 都叫来 好什么好啊 我提醒你啊 时刻注意人物关系 阿姨怎么老这么想呢 你老担心 那孩子一好 阿姨不好好干 这是两回事 什么两回事啊 一回事 一个妃子进宫 准能带出几个国舅来 为君子和小人难养野 尽则不逊 老担心 你怎么这么说话啊 你看我婚女日文老姐多好 你说你当妈呢 委屈人性潜移默化的宫女士教育 是对人性最大的服饰 爸爸妈妈你们说什么呢 你看这都听见了 爸爸妈妈拔河呢 拔河 对啊 看看是爸爸有劲还是妈妈有劲 谁有劲呢 谁就能把你给拽过来 你长大以后就像谁 你是喜欢像爸爸这样 还是像妈妈这样 爸爸 我想像妈妈这样美丽 我想像爸爸这样有知识 好 我想像二毛哥哥那样有个姐姐 要求这么高呢 要个姐姐爸爸妈妈可真办不到了 对不起你这都穿越了 谢谢 谢谢 我先绿茶 下阿姨 我能让瑶瑶做姐姐吗 行啊 二毛说要让我去她老家是吗 是啊 我们家盖的新房子 也有三层楼呢 从来没人住过可干净的 下阿姨 不给您添麻烦了 现在从北京飞到前江 已经通行了 我们随时都可以去 可以住酒店很方便的 来 我们下周去吧 不是每天都有航班 我不是想去前江 我是想去二毛老家 那有什么区别呀 当然有区别了 一个是人文气息 一个是自然景观 那样人文气息 咱们就得等到寒假了 寒假 夏阿姨 我能跟瑶瑶做朋友吗 小朋友的事自己做主啊 能 能 她跟你长得差不多 比你大一点 跟你一样漂亮可爱 她跟你不一样的地方是 她生在农村 你生在城里 生在爸爸妈妈这么漂亮美好的家里 是吧 这些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喜欢瑶瑶 爸爸我想给瑶瑶写信 当我学习听话宝败 当我什么学习 那是笔友 笔友懂不懂 笔友就是通过书信往来产生的友情 那是一种生活体验 我跟你讲讲 最早咱们中国跟苏联老大哥之间的友情是靠什么威胁 笔友功不可没 马克思恩克思当年也是笔友 我上大学的时候 不得 当然这事得夏阿姨同意 这个事情上原则妈妈是同意的 但是还是要看你这个期末考试的成绩怎么样 行行行 夏阿姨 你能先把瑶瑶的地址给我吗 地址我那个 夏阿姨 别为难 没关系的 不为难 不为难 我求之不得 我们很荣幸 就是那个地址 还有那个号码什么的 邮编 邮编 瞎一不知道 要不我打个电话 帮你问问 我跟你一起去 我还能跟瑶瑶说几句呢 去吧 好 现在就打 咱们俩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有分歧没关系 你想用你的方式来教育咱们家小婶也没问题 但是我提醒你 主人就是主人 夏人就是夏人 我没有必要因为这个问题 我还要求她 你别急 我问你个字 人字怎么写 对 一瓶一捺 一瓶一捺是相互支撑 没有上下 没有谁求谁 你知道为什么孩子这么迫切地跟那瑶瑶成为好朋友吗 我不知道那瑶瑶凭什么吸引我女儿 但是我知道我女儿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 孤独 深层次的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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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屏局 深层次的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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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明 怎么了 你们先走吧 妈妈 妈妈 你也给这消息给我写信了 妈妈 妈妈 你也给这消息给我写信了 妈妈 妈妈 你来看 妈妈 你在这儿 你到底喊什么呢 那个消息给我写信了 还真给你写信了 你看了吗 说什么呀 看了 他现在来我们家玩 还跟我做朋友 那不挺好的吗 那我给他回信吗 那这事得问问你爸 为什么 咱们不是要去北京吗 等到了北京 你们俩见面聊天多好 不就不用写信了 好 为什么爸 喂 天明 我刚说要给你打电话呢 这又给我打电话了 什么事 说 行 那你先说你什么事 你先说 我保证你的事比我的小 说 和人家的那个小孩 给瑶瑶写信了 他知道想来咱们家玩 我们不知道行不行 要不要给他回信 就说问问你 回问 人家兴趣还不一定呢 就是一个理解的问题 好 那我们知道了 那你说你什么事啊 哎呀 你毕业了 毕业了 毕业了 大红灯毕业证书 躺金的字神奇啊 那你赶紧的 你拍张照片 你给我们俩发过来 让我们俩看看 我们俩没看过呢 这俩都是小事 还有大事呢 还有什么事啊 你说你烦不烦 你老大蠢气 你不能一口气老话说完啊 老总 留我当助理 主营营销 坚持宣传助理 月薪无亲 月薪无亲啊 无亲 快乐 不对 我快乐过很多次 但没有一次像现在这样踏实 这么幸福 听着兄妹高兴的声音 想着她振奋的样子 哎 那叫一个心满意足 兄妹嫁给我十年 这十年她是一直画柳冲击的 我不断追求着梦想 却没一次实现 交集有钱 小钱 此时直到今天 我们才真正的看见一种希望 沉醉在这种幸福时刻 仅仅打个电话 是肯定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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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了这么久 咱们吃什么去 今天晚上公司去餐 不许耍赖 不必去 这么快娘家人就来了 那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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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